我們現在介紹一般的傳輸線方程 我們把這個傳輸線取一段的基數 就是ΔZ這麼長的一段基數 這段基數裡面它的這個電阻是多大呢 因為它的電阻是平均分佈在傳輸線上面 我們其實沒辦法畫出來 那我們就畫一個電阻的樣子 那這個電阻呢 就是說這個傳輸線上面 我們本來是用單位長度有多少電阻 那現在你是ΔZ這麼長 所以說這一段的傳輸線它的總電阻 就是R乘ΔZ 這個ΔZ不是說R乘ΔZ不是就這一段 整條兩條放在一起算 那麼電感係數是L 所以電感係數也是單位長度的電感 那麼你總共有ΔZ這麼長 所以它的總電感也是這麼多 總電感 這個L跟R都是兩條線一起算 每單位長度有多少的電阻跟電感 然後我們再看 兩層導體中間有界電值對不對 界電值它會漏電 會漏電的話因此它會有一個電阻 在兩層之間會有一個電阻 我們用電導來表示就是G 單位長度的電導G 乘上ΔZ就是這個電阻 還有兩層導體當中會有電容 會有電容 那麼Z是單位長度的電容 那麼乘上ΔZ呢 就是這個電容 就是它這一段導體的電容 這個上面的元件我們都介紹了 現在我們說在這個左端 左端的就是時間為T 它的位置我們用Z來表示 左端用Z來表示 它上下板之間的電壓是V 用小V來表示 為什麼用小V 因為它是Time Harmonic Form 是一個變動的 不是一個固定的 那麼電流 從上面從右邊 向右邊流 下面就要回到左邊流了 那麼這個左邊這一端流進去的電流 是I和ZT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時刻它的電流 然後這個電流流到右端的時候 經過了ΔZ這麼長的時候 它的位置變了 變成Z加上ΔZ 所以I在Z加ΔZ這個位置 同一個時刻 我們大家都 每一個位置都用同一個時刻來算 它的電流是這個 於是呢 上下板之間的電壓 就是V V 括弧Z加ΔZ 跟T OK 它這個是一個回路了 我們現在取這個回路來看看 我們Apply Kerchhoff's Current Law 跟Kerchhoff's Voltage Law 用這個Kerchhoff的電壓定理 跟Kerchhoff的電流定理 來看看 我底下的這一段話就是說 這R是單位長度的電阻 是含兩個導體在裡面 單位是每一米多少歐姆 L是單位長度的電感 也是含兩個導體的 它是每一公尺有多少Henry G是單位長度的電導 它的單位是Siemens per meter C是單位長度的電容 單位是Faram per meter 好 現在我們看 下面我們叫導這個東西喔 好 我們先用Kerchhoff的電壓定律 Kerchhoff的電壓定律啊 就是說 我們取這個節點 這個節點 流進來的電流 你看這個 流進來的電流 要等於流出去 流出去又是拿兩條路 一個是這個流出來 一個是從這邊流出來 這個電流 要等於這個電流 加上這個電流 我們先看電壓定律好了 我這個順序是這個電壓定律 好 那麼電壓定律就是說 你走一圈啊 從這個地方走一圈回來 又回到這裡 它的電位差是0對不對 電位差是0 好 那現在我們左上角進去 是這個 然後它不是經過一個電阻嗎 這個電阻 這個電阻 如果是這個東西 然後又到了這個 電感 電感 那麼它單位長度的 單位長度的電感 是L 乘上data z 就是總電感 電感 電感 乘上partial i over partial t 這就是它的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就是這個時候的 就是它的電壓了 也是負的 然後再減到上下 這個電壓是這麼多 然後減掉這個壓降 再減掉這個壓降 然後再減掉這個壓降 減掉這個壓降 等於0 回去就等於0 然後我們把這個式子 來畫一畫 我們把這個 副號提出來 這一項 減掉這一項 over delta z over delta z 你看它通通在这边 这个负号提出来它是正的 这个提出一个负号它是负的 就是这个 把另外两项拿过去 拿到等号在右边去 这边的R I 然后被z来除 被delta z来除就是这个 这个拿过去 被delta z来除就是这个 我们就有这个式子 如果我们 把delta z 就是delta t跟delta z 都让它approach zero 那这个时候的长段 长度就变成d z了 时间就变成d t了 时间变成d t 于是这边呢 这两个就是电位差 右端跟左端的电位差 over partial z 因为它现在对z做尾分 它是两个变数的函数 所以你对一个变数做尾分 就要用偏尾分 等于这个 长数 然后这一边呢 就直接写成这样就好了 OK 直接就是parsher t 然后我们在应用 然后我们在应用科西合乎电流定律 我们得什么东西呢 进来的电流 是这个 izt 出来的电流 有两个 一个是从 界电之城出来的 就是电导 这就是 等于电压 被电阻来除 就是电流了 就是这个电压 这两端的电压 被这个来除 OK 就是这个电流 然后再加上这一边的电流 这电流是有两个电流 这里 这里过来的分成两层电流 电流不会从这里过来 电流不会从这里 这里因为 我们这里没有路可通 这一段只有这里可以通 所以一个是这个电流 一个是这个电流 OK 那这个电流就是 c乘上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再来就是 这个电流两个 就是说如果你 这边电流 是一直往这边传的 最后它当然还是传回来了 那就是 它这个 等于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那也就是说 它减到减到这个 减到这个 这个本来就是 你把这个拿过去 都变成加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用加的 现在通通绑拿到这边来就变成 减的 OK 好 好 还是一样 我们把Delta z approach zero 然后这个 一样 这个跟这个 相减 提出来被Delta z 除 然后这个 ️ 我是少寫了這一段 我們可以變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變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以上V跟I 這兩個變數的 一階的微分方程 稱為一般的傳輸線方程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我們稱它叫做 General 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s 我們現在假設 它這個變動的 跟位置跟時間有關的電壓跟電流 它是一個時邪的形態 Time Harmonic Form 這是一個Time Harmonic Form 我們可以把這個 Time Harmonic Form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它的Space Part 這是Space Part 這是Time Part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時間部分 先拿掉 計算它的Space Part就好了 我們將以上的兩個式子 這個式子帶到前面 帶到這兩個式子 V跟I 用時邪形態來帶 帶到這兩個式子 我們就得這個東西 OK 就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一為分 這兩邊的 Exponential I Omega T 字方都消掉的話 就變成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我們稱它叫做什麼東西呢 叫做 Time 就多打一個Time Time Harmonic 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s 就是十斜 就是十斜 形態的 傳輸線方程 十斜 你把這兩個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你看 比如說 你把這個帶進去 它有 DV over DT出來了 然後 它本身還在 因為你這個拿出來 它有J Omega 它有J Omega 出來 然後這個 本身還在 所以它還是可以化成 這個東西 所以 你把它帶進去 自己畫畫看 可以得到這兩個方程式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 把這兩個方程式 這個 這個微分一下 對Z做微分 因為它現在 僅僅是Z的函數 沒有時間部分 那我們就對Z做偏微分 就是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麼我們可以 把這兩個式子 比如說這個 微分一次 然後這裡有個Di 這是D平方 V over DZ平方 這邊有Di over DZ 對不對 把這個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這裡頭去 於是 我們把這個結果呢 就這兩個相乘 我們就令它等於γ平方 VZ 這個平方以後 這個一次 平方就變成這個 然後 這個微分 一次微分 就把這個帶進來 就可以變成這個 裡頭的γ square γ其實是這個東西 我們就得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後γ成為它的propagation constant 你看這個 我們講這個是傳輸線 它跟平面電子波是一樣 alpha呢 衰減常數 alpha這一項 還是一樣 叫做attenuation constant beta仍然叫做向常數 好 現在我們就解這個式子 這兩個方程式的解 這兩個 解就是這樣子的解 一個像 它就是這兩個解 VZ就是這兩個解 這個解 那麼這個就是 潑方程嘛 這個我們 學過 上一則這個都很熟悉 這個也是這個樣子 好 這是那個一般的解 就是說它可能有這個解 也可能有這個解 這兩個都是它的解 那因此這兩個和 都是它的解 但是如果傳輸線是無限長的話 它就不可能有反射波 不可能有這一項 也不可能有這一項 於是就變成這個東西 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那這個呢 我們就 就稱它叫做無限長的 傳輸線上面的 電壓跟電流 電壓跟電流 然後這個 把這一項帶到這裡頭去 這一項 帶到這個獅子裡頭去 這個解 帶到這個裡頭來 帶到前面這個獅子裡頭去 我們主要就是要 得這個東西了 裡頭去 然後它可以 這個帶進去 這邊解就是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V0在這裡 Gamma 它是負的 負的 負的正 這一項 然後它就等於 Gamma 這個乘這個就是V 就是V嘛 就是V 於是 它等於這個 還是跟前面我們那個一樣的 V over i V V of i 如果是用V0 over 這個獅子的話呢 跟i來 Di over dz來看來就是變成這樣 這邊呢它是等於 這個 這個儲物 這個叫做Z0 Z0 同理可以得到 像負方向的 如果是負方向的這個 Amp2的話呢 它這裡是負的 也是這個動線 從以上的結果得知 無線長傳輸線中 任意位置的電壓 與電流的比值 與Z無關 跟Z無關 OK Z0就等於這個 你看這兩個 一個是這個 這個 那這個式子呢又等於這個 因為你把這個 兩邊都 都乘上一個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畫成 可以畫成這樣子 這個稱為傳輸線的特性軸感 Character 這個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這個要記起來 所以 由上式 由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得知 不論傳輸線是否為無線長 Gamma 跟Z0 都是傳輸線的特性參數 它僅僅跟這個有關 僅僅跟這個傳輸線的參數有關 當然它也跟這個frequency有關 可是它跟這個長度無關 它只跟這個有關 Omega有關 跟它的長度無關 你多長 都沒有關係 傳輸線的波方層 在耗損介質中傳播的介質 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傳輸線的波方層 與在這個耗損介質中傳播的平面電磁波 非常的類似 非常的類似 好 現在我們就談 Gamma跟Z0 表示 它的表示是都很複雜 對不對 Z0 Gamma 都很複雜 那底下有三種 情形呢 是我們常用的 第一個 Lossless Line 五號準傳輸線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R等於0 就是說你這個導體 是一個理想導體 還有一個G等於0 G等於0 就是電導等於0 電導等於0 就是你這個 當中的絕緣體 也是一個理想的絕緣體 好 然後這Gamma 就等於這個東西 本來是這個了 對不對 好 現在R等於0了 G也等於0了 它就化成這個數 化成這個量 然後 你看這裡是純虚數 純虚數 因此Alpha就是0 Beta呢 就等於這個 那Vp呢 Face Velocity Omega over Beta Beta就是等於這個了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這個 你看 Face Velocity 是一個常數 五號準傳輸線裡面 它的這個Face Velocity 常數跟Frequency沒有關係 特性主抗 R加上Jx 但是我們剛剛說 特性主抗是這個東西 R等於0 G等於0 消掉就變成L over C 所以 R等於0 因為這個只有純虚數 這是R0 我少寫了一個0 R0 R0就等於根號L over C 你看這也是個常數 它是一個純電阻 就是說五號準傳輸線的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它是一個Pure Resistance 它的Impedance等於0 這個要記得以後 五號準傳輸線 Z0就是R0 好 再來我們看 D號準傳輸線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這一項R 遠小於這個東西 G呢 遠小於這個東西 OK D號準條件更易滿足 D號準條件更易滿足 D號準條件更易滿足Vhf Vhf就是very high frequency 這個頻段 那麼這個時候它的Gamma 就是Alpha加Jbeta Gamma本來是這個東西 好 現在我們把 R 原小於 OmegaL 帶進去 G 原小於這個帶進去 我們把這個 這個提出來 J OmegaL 跟J OmegaC 提出來 那麼J Omega都是平方 都提出來了 然後一個L一個C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變成1 這一項變成1 加上J OmegaL分之R 二分之一次方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提出來變成1 然後就1加J OmegaC分之G 二分之一平方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 用二相式定理把它帶進去 因為這一項比這個小很多 這個 這個比這個小很多 我們就取到這一項 好 這兩項乘起來 就變成這個 Alpha 變成這個 然後我們就看看 這個乘這個是有虛數的 所以這個是Beta 這個乘這個 其實Omega都約掉了 就是這個數字 這就是Alpha 所以這個時候Alpha 就相當於這個 相長數呢 麻麻糊糊糊等於這個 因為它這是近似 所以接近於什麼 Omega的線性方程 所以這個相長數 跟這個Omega 有關係 這個跟那個 我們 平面電視波差不多 Vp Phase Velocity 你把這個 除一除 接近常數 接近常數 然後Z0呢 它的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等於這兩個字 等於這兩個字和 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把這個 把這個提出來 這個提出來 跟這個提出來 在外面 外面就有一個 根號L over C 裡頭就是 這個二分之一次方 跟這個的 負二分之一次方 我們有二相式定理 帶進去 就可以畫成這個 一加上這個 然後 然後 再乘上 再大的相 我們就不要 這個也是 這二分之一 一加二分之一 這個 這是一 減二分之一 然後乘一乘 就變成這個 然後 這個裡頭 跟R20 這個就是R20 有虛速像 這個層進來 有虛速像 就是X0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它的 Impedance 那這個也是 D號筍戒指 它的R20 就是它的Z0 也等於R20 也是一個 好像一個純電主義 無實真傳輸線 Distortionless line 它就是R比上L 等於G比上C 這個條件 滿足的話 叫做Distortionless line 如果滿足這個條件 那Gamma跟Z0 都可以大大的簡化 比如說Gamma 等於這個 我們把這個條件 帶進來 G G可以變成什麼呢 RC over L 帶進來 然後這個 畫一畫 可以變成 這樣子的 你看你這裡 大家都提出一個 LC嘛 這裡提出一個 C over L 就變成 根號C over L 那這就變成R 加上G omega L 兩個 都一樣 所以開出來 就是它 然後 Alpha就是這一項 Beta呢 就是這一項 你看這個 Beta 也是 Omega的 線性函數 這個跟那個 五號筍接電子一樣 Face velocity 也是個常數 Omega和Beta Face velocity也是個常數 就很重要了 因為你如果 Face velocity 不是常數的話 跟這個頻率有關的話 那我們用來傳播訊號 訊號是由很多頻率的坡 組成的一個 合成坡 那這個如果 成分坡 它的Frequency 不一樣 大家跑得輕 速度不一樣 那麼這個坡型 合成坡的坡型 就會隨時再改變 所以你傳出去的訊號 會失真 所以它是這個樣子的 常數 所以它不失真 然後Z0呢 Z0我們也是這裡 你把這個 條件帶進去 G用這個帶 然後我們提出一個 提出一個L C 那就變成更好 C over L 分子分母就一樣了 消掉就是這個 也是個常數 Imbedius也等於0 所以你看 這三種裡面 我們都可以把 它的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將來都可以 用這個 當作只有存電阻 從以上的計算結果得知 不失真傳輸限制 參數中 除了多一項不為0的 衰減常數以外 多一項衰減常數 多一項這個以外 特性主抗 像素 都跟無損的傳輸線一樣 剛剛我說過 這個很重要 由於VP等於這個 與頻率無關 所以傳輸線上有各種頻率波段的信號 同時在傳播的時候 各種頻率的像素都一樣 所以不會產生訊號失真的現象 所以這個 所以它這才叫做 無失真傳輸線 無失真傳輸線 OK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一個例題好了 我們已經 已知一組無失真傳輸線的衰減常數是這個 特性主抗是這個 衰減常數是這個 特性主抗Z10等於這個 它是R0 單位長度的電容是這個 試求 是單位長度的電阻 電感跟電導 波的傳播速度 以及這個波 比如說 進行一公里 跟五公里的時候 它電壓 衰減 政府衰減的百分比 比如說你現在這是無失真 你就把這個條件先寫出來 以至R0等於這個 50歐姆 這個要加個歐姆 R0是50歐姆 α R0就是這個 根號 L over C α是等於這個 它告訴你是0.01個 Disbell over meter Disbell 我們把它畫一畫 畫成這個 我上次有講過 然後呢 就可以變成1.15乘10-38個 Never per meter 我們計算的時候還是要 Never per meter α知道了 α等於這個 好 現在由 α等於這個 然後它又等於 你看 L over C是R0 所以它就是R0分之1 等於這個 所以R 就等於 α乘上R0 R0知道了 α也知道了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它的 單位長度的 單位長度的 電阻 好 單位長度的電桿 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就算在這裡 R0等於這個 所以L等於 C乘上R0 Square C告訴我們了 R0也知道了 Square一下 就變成 乘起來變成這個 0.25個 MicroHenry per meter G呢 Rc over L 這是無時針傳輸線的條件 那它現在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因為L 這個 就是R0平方分之1 這個帶進來 R帶進來 它等於22.8個 這是Micro Siemens per meter 像素 它就是這個 這個要寄起來 要寄起來 以後 都會用到 這個跟這個 式子都要寄起來 好 這個 跟這個相乘 就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單位又忘記寫了 Meter per second 以後你要注意 單位一定要寫 好 那麼 我們看它的電壓波 電壓波 它是要求它的衰減程度了 我們就說它的V0 跟它行性 Z元的這個V以後 它的政府就變成這個 這是它的衰減 衰減因子 我們就可以得到 V0 這是代表任意 任意位置的電壓 這比值就等於這個 好 那一公里的時候 你把這個 Z 用 10的三十分meter 算 它就等於0.317 或者是 31.7% 任意位置的 政府 跟最初的政府的比值 只有最初的 31.7% 如果穿破5公里的話 你這個改成5公里 這只有0.32% 所以它衰減的 這是它衰減的速度 的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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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